- 幫我抱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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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再一告 - 頭戴牙神帽的男子 一拳就往公車駕駛座 - 打中司機 接著一陣亂揮亂揉 - 司機防衛機制啟動 - 馬上起身壓制對方 - 幫我抱歉 - 幫我抱歉 - 司機一把就將男子壓在地上 - 並且出腳踩在對方的胸前和脖子 - 但男子還不斷掙扎 - 幫我抱歉 - 幫我抱歉 - 幫我抱歉 - 車上的乘客目睹公車版的街頭快打 - 趕緊上來勸架 - 兩個人僵持不下 - 一旁的女學生就坐在戰鬥區第一排 - 沒有嚇到逃跑還拿起手機錄影 - 衝突前後快一分鐘 - 兩個人才終於冷靜放過彼此 - 原本以為是司機和乘客 - 由糾紛開打 - 警方到場了解 - 才知道是一起行車糾紛 - 早在兩個人開戰前 - 鴨舌貓男駕駛的黑色休旅車行駛在道路上 - 突然在路口將公車攔下 - 害得司機不得不剎車 - 司機打開車門要提醒他 - 這樣開車很危險 - 結果對方直接把車丟在路邊 - 衝上公車就要出拳毆打 - 而這名鴨舌貓的男子 - 是一名61歲的黃姓駕駛 - 警方到場發現他竟然還酒駕 - 車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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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事發在台中北去五全路 - 柳川東路四段 - 三月一號早上七點多 - 黃姓駕駛一大早醉醺醺醺 - 開車上路 - 誰姓司機駕駛著525路線的公車 - 他發現黃姓駕駛在路上蛇行亂切 - 好心提醒他 - 這樣開車很危險 - 沒想到對方不滿司機的態度 - 當街攔下公車還衝上去揍人 - 其實講實在的是 - 其實講實在的是 - 我們被攻擊是應該是嫌的 - 這個這個 - 而且對方是酒駕 - 這樣事情我要怎麼處理 - 我保護自己 - 難道我不敢保護自己 - 警方補充黃姓駕駛到派出所後 - 酒也醒了 - 知道自己太衝動 - 不打算提告傷害 - 司機原諒他 - 也不告了 - 但動手是事實 - 雙方還是要吃上設違法 - 黃姓駕駛因為救駕鬧事 - 還要多上一條公共危險罪 - 日文 - 隨地逃亡 - 會 - 慢 - 溫 - 輪 - 溫 - 水